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杰 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带您快速浏览的是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四年来首度美国务院公布核弹头库存量 法新社报道 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核弹头库存量 这是美国四年来首度公布核弹头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0日 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与非现役核弹头 比前一年少55枚 国务院在声明中说 提高各国核弹头库存量的透明度 对勤制核武器扩散至关重要 加州漏油浩劫 海底油管严重偏移 以为船锚撞击扬货 针对美国南加州外海海底输油管线漏油事故 相关人员透露 破裂油管在海床的位置偏离了整整105尺 让人不禁怀疑可能因船舶的船锚撞击输油管扬货 钻油平台主观表示 油管净16寸 半寸厚的钢管还覆盖了一寸厚的水泥 它被移动105尺距离实在很不寻常 离制飞翼员工控忽略种族歧视 特斯拉判赔1.3亿美元 前特斯拉飞翼员工迪亚士在诉讼中说 在工厂经常遭受种族歧视的言语羞辱 尽管曾向主管投诉 特斯拉高层却对这种种族歧视事件置若望闻 旧金山联邦法院法官裁定 特斯拉必须向迪亚士支付1.3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与690万美元的情绪压力赔偿金 美国超速罚单排行斯巴鲁WRX连三年第一 Insure-Fi网站数据显示 对2021年美国所有超速罚单车款总数进行分析后发现 收到最多超速罚单的为斯巴鲁WRX 该车款已经连续三年在这个超速榜单中排名第一 在这份榜单中除了GMCC1500皮卡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跑车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